这孔野西部就是殆尽哈 为了季后赛和富家赛的名额 七指球队打的那叫一个昏天黑地 之前都以为遭遇魔鬼赛城的太阳会跌跌撞撞掉到富家赛区 没想到人家八场比赛赢了六场 成功来到西部第六逃出升天了 要说太阳这一波赛城啊不可谓不难 这里面包括未免冠军绝金 东部第三的骑士 还有实力不俗的醍醐 不过好在太阳全部过关 稳住了局势 整天嚷嚷魔鬼赛城 没想到人家太阳自己就是魔鬼本尊 你说这事闹的 回顾太阳的本赛季啊 那叫一个磕磕斑斑 这三巨头今天你伤了明天我病了 死活就是凑不齐 而且要说太阳球迷最犯愁的 莫过于输给马斯两场 输给雷霆一场 雷霆那场也就算了 虽说那场比赛他们球队老大SGA缺席了 但人家好歹底子厚 输了也就输了 没什么可说的 但输给马斯的两场 人家文班亚马可是全都没打 这就有点离谱了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战胜强队 帮他们找出问题 输给弱队 给他们重拾信心 咱主打的就是杰弗基平